我们发现有同学上课不专心 然后跑班时间不够 一边一直不专心一直讲话 小时有时候留下 然后留到等下课都在上课 所以就没有下课 然后要跑班 下课时间够吗 不够 我们先去访问了社会的王毅老师 我们班的认为延长下课时间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准备的那个环冰果还有那个连线的单字 因为可以玩那个游戏很好玩而且又可以学习英文单字 感觉是比较活没有死背这样背起来比较轻松也比较快乐 我学校要怎么控管同学的秩序还有怎么操控电脑 请会到老师的辛苦 因为要改同学的那个冰果游戏单很麻烦 上课会更加兴趣认真听老师说话 因为这是他们喜欢的上课方式 把第一个 把不重要的东西收起来 然后第二个 排出顺序重要的选择 然后不重要的事情下课再做 然后第三个 在听或看的时候要同时思考 要有自律 更好的下课时间 还有学习环境 下课这件事情小朋友要努力 老师也要努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